B1女孩有任務的旅行 金晶也是我們彰化的朋友 大家掌聲鼓勵 哈囉 大家好 那我是金晶 那我今天會 這是最 蛤 再過去 喔好 這是黃金比例是嗎 好 那我待會會帶來分享 是我在南美之後旅行 怎麼把危機變成轉機 那待會還會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有任務的旅行 對 那我們 好 那我要先講到最近一個關於我 就是我有參加一個就是 稱之為就是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的一個世界最棒工作的 其中之一 有這樣參加一個 瑪莉亞娜公公大使的甄選 對 那我有拍了一部影片 那我入圍前15強 好 那我們先用 用60秒秒懂一下 靠腰女孩到底是怎樣的靠腰呢 那 OK 那先點開吧 歐蘭安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金金 今天我們要探索 路裡面的靠腰之道 到底是哪幾道呢 就跟著金金的視野翻轉 繼續看下去吧 好 手到 用手寫的溫度 傳達最真實的感動 畫下我心中的瑪莉亞娜 二到 一把吉他 一段旋律 讓你當下成為動人的時刻吧 口到 好 幫我俗語言到 一起考驗 換個段時間 對 心到 由我重新開始 用身體實踐 我給自己一個期許 也給你們一個承諾 這只是一個故事的開端 只要將手交給我 讓你找到內心渴望的國度 好 OK 那我們利用短站60秒 欸 剛剛那個不是我喔 不關我的事 OK 可以繼續播嗎 那個是個人的 等一下 你去點我的粉絲頁 就可以看到了好嗎 OK 那 因為那時候拍了這支影片 所以有收到各大媒體的採訪 對 這是一個截圖 好 那個後續的部分 我們待會繼續講起 好 怎麼那麼興奮這樣 比較舒服 是不是你們那個焦點的 那個工作人員特地say的 應該要再做的難性比較多 好 OK 那我今天要先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有任務的旅行 那我把它分為三個部分 一個是what 那 大家要出國一定想說 欸為什麼要出國嗎 出國是為了什麼 有人是為了要留學 有人是要去做音樂的交流 或是藝術的交流 或是有人想要去做攝影 那就是你出國一定會有一個自己的目的 好 那有了目的呢就是要有個why 為什麼你要去做這件事呢 那像是 每個人出國可能想要學習當地的語言 想讓自己的語言更好 或是有更好的未來 或是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像大家今天來到這邊 也是一個不一樣旅行 因為你做了 可能跟你朋友 一般朋友沒有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對 所以有了目的有了動機 那一定會想要去怎麼做呢 那首先最簡單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買機票 對不對 我當初那時候去美國 去西班 去南美之後也是買先買機票 然後再跟我媽說 嗯等一下兩個月就要出國 機票訂好了 不能更改了這樣 我這個人是不是要先展後奏型的啊 這每個家庭不一樣 不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做好 OK但如果我做成功了就可以用我的案例 OK 好那 那就是先買一張機票 或者不一定是出國 或是買一張船票 像我之前我去蘭嶼待兩個月 就買船票 那或者是買一張車票 你今天決定要去哪個地方 或去台東去一個你從哪裡很少 或是沒什麼機會一直想去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第一步 然後呢 帶上你的道具 你的工具 有人喜歡畫畫就帶上你的話具 然後有人喜歡彈吉他就帶吉他 像我也喜歡彈吉他 可是彈的機會很少 每次帶 帶的時候很開心 帶去的時候很後悔 OK 那有人喜歡攝影就會帶相機 或者是有人喜歡寫日記 就寫帶上一本日記 對 那就是 這三季事情完成之後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剛剛有提到我是怎麼做的 那我每一趟旅行 我每一趟旅行都會給自己一個任務 像我那時候去中南美洲旅行 我是希望把我的台灣人的熱情 帶給我中南美洲的朋友 因為畢竟我們台灣並不是很多國家都會認識我們 所以我希望呢 我出去我就是台灣人的代表 我希望藉由我的方式來讓他們認識我 認識台灣人 說不定他們以為 哇來的台灣都是正妹有沒有 哇都這麼熱情活潑這樣子 OK 那我寫的是Amigos Amigos在西班牙我的意思就是朋友 那我也把它解說為友情這樣子 那當初呢我在哥倫比亞 左邊這是我哥倫比亞的一個朋友 那我就寫了春聯給他 我就跟他說 欸這個是福 就把它貼在人家冰箱 就這樣欸把它反過來貼 反正反正放不倒放都看不到 我就跟他說欸這個是倒過來犯 那就是代表你會有福氣會進來 就會很開心 如果他還把我當成朋友的話 應該還貼在他家冰箱上 對 那我就是寫了春聯給他 那此外呢我還帶他們 怎麼教他們怎麼去包那個壽司 其實我在台灣根本沒包過 我就突發奇想上網 找一下阿基士怎麼教 你知道嗎 我就去買米啊 然後自己用保鮮膜 然後就包一包 因為其實在國外吃日式料理很貴 他們就哇 他們可以自己包四五條 這樣可以吃好幾天都很開心 那此外 像我很喜歡帶一些台灣的東西出去 像我會帶紅包袋 像我這種東西給他們的時候 或寫卡片或寫紙條 我都會包在紅包 說在紅包呢在我們亞洲 在我們台灣是代表福氣的意思 因為那國外根本看不到紅包這種東西 而且紅包對我們來說出國很方便 很好攜帶 又很代表性 就帶一個那個恭喜發財 或是銀行沒發完的紅包 再給他帶出去就對了 對 那我會帶國籍 我會把我 我會帶個四五支國籍 送給我在國外旅行 我覺得認為最要好的朋友 我會猜在他的書桌上 你說你永遠都不能拿下來 因為你永遠都要想到我 對 那我還會再帶什麼 想一下喔 像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會學習我們台灣的料理會教他們 然後還有我剛剛講的紅包啊 那此外呢 我每次在拜訪每一位當地的朋友之後呢 我就會拍張合照給他們 然後後面寫上我想要給他們說的話 然後貼在我們家的冰箱上 有人知道為什麼要貼在冰箱上嗎 每天都會看到對不對 我說沒錯 當你要吃的時候就會想到我 所以你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吃 所以你就是想 欸這是他們想完之後 他們就會大笑 欸對耶真的 我每天都會開冰箱 一天到晚都在開冰箱都會想到我 對那 我覺得呢 我那時候在那邊 像我那時候在這個朋友 在一個哥倫朋友的 當地的朋友家 在他家住了一個月 然後他是gay 所以我就做畫家做很放心 然後他媽媽很喜歡我 就留下來好了啦 就是很不希望我離開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欸 我真的深入把他們把我當成當地人的 就是當成他們家人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他們 對我們台灣的可能也覺得 哇這很熱情 他們問了一個很好笑的問題 因為我去的時候我單眼皮 我突然單眼皮 然後之後他們就問我一個很好笑的問題 就說欸那你們亞洲狗也長這樣嗎 眼睛火後退你知道嗎 我說no no no 跟你們的南美洲狗長一樣 對全全 那其實狗都長得差不多 沒有因為亞洲的眼睛就好像咪 OK 好 對那我就覺得 真的有跟他們達到一個很好的互動關係 這是我覺得我在南美洲 在給自己一個任務的旅行 好 好第二個 那我有提到我關鍵是旅行設計師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學服裝設計 那我之前喜歡畫畫 或是做手作的部分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每個旅行當中呢 都可以運用我的一些 可能小巧思可以讓我 讓別人更記住我 或是我在從中得到的靈感 可以做一個更有意義的小創作這樣子 那我要講到的是黑暗面 還有怎麼起始回生 那我那時候在智利 在智利聖地雅哥首都旅行的時候 我在那邊什麼東西 在一個背包客棚裡面都會被偷光了 像你們想到貴重物品 像是筆電 外界 外界 印碟 現金 金融卡 提款卡 還有護照 全部都不見了 因為我把它放到背包客棚 我一次帶都放在那邊 一回去就發現 欸 怎麼那天出去玩一玩回來 就發現 計程車坐到家很開心 錢還不夠 想到上去拿錢給計程車司機 發現我的東西就不見了 我當下超崩潰的 就覺得 嗯 怎麼會這樣呢 對 然後就 就那時候西班牙我講不打 就 賤人 氣死我了 怎麼會這樣呢 就非常生氣 那 那時候就 身上就 就是什麼都沒有 沒有錢 又沒有身分 那我想那到底要 我那一個 那個晚上非常崩潰 就趕快打電話回家 我skype 跟我妹說 把東西 我的信用卡 這危機處理 第一件事情要先處理 你心情再不好 可是都被偷了嘛 畢竟你不要再 要預防後面更大的損失 所以你一定要先跟家裡的人報備 先把 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對那我當晚就想一想 我就看著我的行李 然後 怎麼只剩下一堆废子 沒有被偷走 我想好吧 那我就把废子就開始 做一些我 平常可能也想也沒想過 會做的事情 那我那時候就認清一件事啊 就是 當人一無所有的時候 才會真正看清自己擁有什麼 我才覺得說 欸 哇 我就把這些废子 做成一張小小小卡 祝福的小卡 那 我隔天要去街頭賣藝 你想說怎麼轉變這麼快 這個 就是 怎麼辦法當下 什麼東西都沒了 可是隔天還想說去街頭賣藝 我說管他 反正什麼都沒有 我就把它切割成一張小卡 隔天帶到聖地亞哥 他前面有個很知名的教堂前面 去做街頭賣藝 那我那時候就把卡片都放好了 那 我就很 我其實在教堂前 因為來來回回很多趟 你知道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我想說到底要怎麼辦呢 可是 然後說算了 我什麼都一無所有就做 然後就把 小卡都擺在 就像這樣 這樣 一小當小卡 上面就寫了 我寫的是中文 我現在寫的是西班牙網 然後我寫的是中文 像什麼萬事如意啊 還有心想事成之類 我就擺在地上 然後就有路人過去說 欸 我是日本的 我說不是 我是台灣的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聊天 我說太好了 趕快跟他介紹 我說這個是祝福的小卡 只要你想要什麼願望 我就跟我說 我就幫你挑一張台灣 就是中文字的 譬如說他挑了學業進步 他說想要給他小孩 我說好啊好 那你小孩叫什麼名字 我幫你把他寫成中文 他就說好新奇喔 從來沒有人 就幫我把西班牙名字寫成中文 好他譬如說他兒子叫 叫我想要這樣 呼利歐好了 呼利歐就寫呼利歐 反正就隨便翻譯嘛 就呼利歐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帶回去給他放在你 你兒子的筆記本裡面 作業本裡面 他回家會很認真念書 其實說好聽是祝福的話 其實有點像下福有沒有 你每天都叫他帶著 他就會有一天就會 願望就會實現了 OK 那我就在那邊接同 minecraft一個禮拜 然後就賺到旅費了 沒有啦 沒那麼容易啦 就是這只是一個我覺得 欸 在原來我還可以做點 其他別的事來 分上我的注意力 而且可以運用到 我手邊舊有的資源 好那可以看一下 左邊這就是我那時候 街頭賣衣的樣子 就一張小卡 然後還有我的 那時候宣傳海報 好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小卡 所以待會呢 如果你覺得最近生命 有點低潮 的時候也可以來跟我 後面幫你寫上你的名字 好這是我 我把它寫成 西班牙文的祝福的話 OK 好 這是我突發情想的第一點 在旅行當中 我覺得得到最大的收穫 OK那就是 賣給他們希望與夢想的寄託 相信各位在做就是為了這個吧 OK 好 那第二點 那我那時候東西都被偷光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欸因為我自己本身上 我學過補妝設計 我想說我們之前大家出國 都會帶一個霹靂包 來是大家用過吧 霹靂包就掛在腰上那種 可是其實你知道 女生掛這真的很醜 外國會有點腰很粗 對然後你又不能不戴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發想想說 我要把身上一些暗戴 做到我們女生的洋裝裡面 因為我們把洋裝都沒有暗戴 像我們女生那種外套也是 我就 我自己就把她車縫暗戴在裡面 然後或者是背心 那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我這樣子做過 結果還蠻 就前場在裡面就不會有人發現 OK 這是我希望未來我目前 創意也在想的一件事情 好 那每當呢 為什麼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就是 當我遇到貧節的時候 我都會做一個動作 像有人會沉思 或有人會出去走一走 去透透氣 想要轉換一下那種環境 那我比較特別 我就會這樣 我就會呢 下腰 一直想 很少單手下腰 等一下喔 我就會一直想 下腰一直想到 我有方法 我一直 趕快過來 等一下就沒得拍照了 趕快過來合照 不然等一下沒有要表演了 趕快移動一下屁股 快點 快快快 移動我剛好跟攝影師 請他幫我們拍個照 過來照 旁邊大家趕快過來合照 快點 快快快快 這樣我現在唯一只能想一件事 趕快 趕快移動過來 快點 難得一次機會 趕快 сним 快走 快點 十 Fam 可以嗎 欸那一隻會擋到我喔 我裡面最辛苦阿 那個鏡頭要明顯一點 好 那我先拍廠長座再繼續講 攝影師好嗎 快跟我說 我放個鏡頭大概10分鐘 不用管就這樣,我講鏡就可以了 可以了嗎? OKOK,那有點好了 那個應該只是水吧 欸,可以放嗎?你在麥克風嗎? 我想要換水,不是我臉吃嗎? 可以嗎? OKOKOK 謝謝 喔有點 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們遇到瓶頸的時候 可以想一點對自己比較特別的方式 來促進一下腦袋的血液循環 而且講話都講不太清楚了 所以這個還是交給專業人士來做就好了 OK 好,先闖著氣 因為我時間回來了 時間到了 欸,剛剛不算,那是拍照 好 那我就是,我覺得就是當你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式去想 就是不一定要活在那個當下 非常,非常累的情況 對 就是那個轉換那個方式不要那麼累 不然 可能要花這麼多時間去修復那個感覺 OK 好 好,那剛剛有提到我前面參加了一個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的那個工作 那那時候因為我 拍那個影片 那我還有請我們入港政政黨幫忙宣傳 那有 就後來 馬里亞公共局有頒給我一個創意獎的部分 就代表說,欸 雖然你沒辦法入圍到前三 不過呢 還是給你一個殊榮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呢 對於夢想呢 我會大膽去嘗試 並且過程當中是全力以赴 因為至少不管結果如何 我覺得過程當中 你遇到任何事或是 做任何事或是遇到任何人 你就會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大家記得 當你很專業做一件事情 全世界都會 覺得你這種力量都會來幫你 真的 所以你們還分拆一些力量給我 好喘喔 好 那 像我目前 就是有在準備要再寫書 把我參加公關大使這個過程 把它紀錄下一次 我在南美洲遇到一些危機跟轉機的部分 對 那 所以呢 欸那我 等一下喔 電子掉出來了 好 好 那我要最後的結局就是呢 我靠腰 可是我動的不是口 剛剛看到齁 事實證明我真的都是靠行動 OK 那Muchas gracias Gracias